接上集 灵记 我这里写了一封信 你上回说那个为了小孩的地方 你能帮我把这个信寄给他们吗 灵记接过信仪了 就这一张纸 没别的了 还有什么呀 我不知道地址 你都知道为了小孩 肯定也知道地址 你知不知道寄信 还需要信封和邮票的 邮票是什么 算了 没事了 我帮你寄吧 对了 你为啥要多管闲事 你跟他又不是一个伴 我有一回上茅厕 忘记带纸了 是林初夏把他的纸给我擦屁股的 哦 原来是一纸之恩啊 他给了你擦屁股的纸 你也回了他一张纸啊 年糕想了想 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一掉头就往校长室冲去 张老师 我要反映情况 又是你啊 年糕儿 你要反映什么情况啊 我要反映有人做坏事 有的小孩子没有上完五年级 找关系还能拿到毕业证书 你说什么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快跟我详细说说这事 随即年糕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时的说了 刚好准备来找张校长的年龄人 在门口听到了这一切 这剑鸭怎么这么招人嫌 什么时候学校的毕业照轮得到他来管了 你这是咋了 前几天 家里一个远亲找我 说家里孩子五年级 就剩这半年不想读了 但是又想拿到毕业证书 本来这又不是什么大事 现在的毕业证 就是印的一个奖状一样的纸 手填写名字就可以 那编号都是学校自己编的 谁都能写 农村本来就是人情社会 相互之间帮个忙 再正常不过了 之前又不是没人干过这种事 结果被那箭压一闹 今天校长就突然宣布 以后毕业证书由他亲自把关盖章 不允许别人再插手毕业证的事 更不允许有人利用毕业证的事 训思舞弊 剥夺孩子上学的权利 剑压就是个脚屎棍 我是万万没想到 他这么大点的小孩 跟张校长说的话 张校长竟然还真听到耳朵里去了 还特地开了个什么思想纠正大会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些人 还不如一个小孩的觉悟高 主要是我前两天 刚答应家里的一个远房亲戚 这是弄的 我还得去跟人家说一声 他们送的卖乳金还没开封呢 你去的时候直接给提回去 免得到时候 说你收了他们家的礼物 没办成事 我知道了 话音刚落 屋内就传来咔嚓一声 要死了 你早不喝晚不喝 偏偏这时候要喝 看到这里的姐妹们 我有预感 从你刷到这个视频开始 你今天就要发财了 留下一句八方来财 你在这个春天 必定财运连连 福气满满 老师来家访了 人呢 老师已经走了 都说啥了 明天让初夏去上学吧 反正学费都交了 让他念到学期结束 你就没跟老师说 是他自己不想去的 说什么 你当老师是傻子吗 这屋有多好 才让孩子愿意待在这屋 而不是去学校 林维民心里憋屈得很 现在学校老师都找到家里来了 这外头要是传开 得多少人骂他家 就上回赵湘勤 把孩子打进医院 这左邻右舍的人看到他们 那眼神就跟看神经病似的 解释都没法解释 原本还打招呼的人 如今看到他们招呼都不打了 能躲就躲 能避就避 就好像他们一家是温神似的 你真是一天天的给我找事 这是 隔壁老金媳妇 突然站在门口破口大骂 阿呸 一家子心里变态 老的小的都有病 打孩子上瘾 不是自己生的 随便打了 有那么大的本事 咋不给生产堆租贡献呢 一天天竟知道在家里欺负抱养的孩子 没那菩萨心 就不要干抱养人家孩子的活 可怜人家的孩子 给你家当牛做马 过去老财主的丫鬟 也没被这么打过 心肠歹毒的狗东西 我等着 看你们全家遭报应 遭天打雷劈的玩意儿 金花 差不多行了 不要拉我 我在骂我家亲戚呢 他全家都是猪狗不如的东西 你家啥亲戚啊 这么不喜欢孩子 咋还抱养呢 还能咋的呀 自己下不了蛋 想抱个漂亮的女娃当影童 后来真生了儿子 就开始不干人事了 有了亲儿子之后 那抱来的女娃就成了烂草 这一天天的不是打就是骂 但凡回我家 就听到那家丧良心的人 打骂孩子的声音 这心毒啊 只有那么毒的人 才干得出这种事啊 孩子被打进了医院 医生都说孩子快死了 再不抢救就没命了 这都舍不得钱 这么毒的人能把亲儿子养成什么样 李金花人平时挺好的 笑呵呵的 看起来没什么脾气 一般很少跟人红脸 他这人很记恩 但也记人仇 一旦记着就能记一辈子 他自认跟赵湘琴是邻居 相处不错 要不然也不会拉着老金 帮忙送孩子去医院 结果赵湘琴那句羞辱人的话 实在是气到了李金花 直打从医院回来后 李金花没少跟人宣传 林卫民两口子干的 确的是这左邻右舍的 如今都知道那两口子是傻人 哼还不都是因为你 你要干嘛 还嫌外面骂得不够难听是吗 林卫民拉着脸看向赵湘琴 老金媳妇都骂成这样了 他还动手 这不就是验证了人家没骂错 晚上睡觉 林初夏躲在被毯子吓哭 但一想到明天还能继续上课 他又忍不住高兴 咦 林初夏 你来上课了 你的腿还没好就来上课了 嗯 昨天老师去我家里家访过后 我爸我妈就同意让我继续来上学了 不过我也只能念到小学毕业 那怕啥 我爸说了 变化不如计划快 他们现在说不答应 说不定到时候就会有其他事情 让他们答应让你念了呢 你看 他们原本不是说不让你念书 现在还不是乖乖让你来念书了 以后肯定还有机会的 你不要事情还没发生 你就放弃嘛 林初夏看着他 其实他也不知道 年糕是不是他的妹妹 他就知道年糕符合他 道听途说消息里妹妹的条件 他看着小胖妞肉乎乎的脸蛋 身上的衣服鞋子也不是鼎鼎好的 但他看在眼里就是觉得很舒服 如果年糕是他的妹妹 现在他这个小妹妹在安慰他 鼓励他 林初夏心里有些隐隐的高兴 咦 你手受伤了 这是你妈拧的吗 林初夏赶紧把手放好 拧着嘴不吭声 你妈妈怎么跟我奶一样啊 我小时候 我奶也喜欢拧我 拧得我胳膊上轻一块子一块的 还骗我妈说 我跟其他小孩打架 被其他小孩拧的呢 你那么小 你奶奶还这样对你 你也挺可怜的 我讨厌我奶 她偷偷打我 我就往她碗里撒尿 往她喝的汤里扔鸡屎 她是你奶奶 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那我还是她亲孙女呢 她为什么打我呀 林初夏我跟你说 每一个大人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大人叫人喜欢 有的不叫人喜欢 不能因为是大人 小孩就什么都顺着他们 那小孩多可怜啊 有些大人好奇怪的 他们又想要面子 但是又不做面子的是 像你爸你妈就是这样的坏大人 你妈天天不是打你就是骂你 你还要对她好 你就是大傻瓜 他们不爱你 你也不要爱他们 可是我住在家里 我要吃他们的 喝他们的 如果我不听话 他们把我赶出家门 我就只能流落街头了 虽然年糕说过可以去睡她的小床 可是林初夏得知年糕一家住猪圈 她不想拖累年糕一家 那不能 你是不是有点傻呀 你爸你妈要是把你赶出家门 你猜公安会不会找他们算账 你现在还是一个小孩 他们把你赶出家门 就等于是要把你饿死 都死了人了 公安还不管吗 所以你不要因为他们说 要把你赶出家门 你就害怕 你要是真的离家出走了 害怕的是他们 你一个大活人 左邻右舍那么多人都看着呢 家里突然少个孩子 你猜他们好不好奇 我爸爸就经常跟我这样讲的呀 我爸爸可是高中毕业的人 可厉害了 你这个小孩 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你爸爸都不告诉你这消息道理吗 我 我不敢 万一他们真的把我赶出去 我就死定了 他们把你赶出去 你来找我呀 我家经常吃山芋 你要是不嫌弃 我家吃山芋 我把我那个山芋分你一半 林初夏听着年糕的话 突然就哭了起来 他那手擦着眼泪 怎么都止不住哭声 我家寻找我 我周焊 我家确讨